HELLO,大家好,这里是AK,我在新收唱2024海外寒雪纽约赛区担任总决赛的评委 因为之前我主要是觉得麻烦,而且就是没有做好去以一个裁判或者说评委的身份去judge别人的音乐这么一个心态 FLASHBACK 美国新收唱主板坊问了我一万次我去做个裁判嘉宾 我说我疯了吗,我说乱了乱了乱了,我说我神经了 纽约赛区担任总决赛的评委 盛情难缺,实在是问我太多次了,我觉得来玩一玩嘛 那你对今天的比赛和选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吗? 因为我把他们所有人的歌都听了一遍了,基本上每个人歌都听了好几首 有几个选手我觉得还是蛮优秀,但是我现在在这里不会说他们的名字 我只看今天的现场表现 我的运气很好,that's all 其实我从前一段时间开始起,听得比较多的歌偏爵士风格 比较慵懒一点的Boombat比较多 Trap音乐的话也会偶尔听一点,但总体来说偏慵懒一点点,偏舒服一点点,不偏炸也不偏摇 要说喜欢这张歌手的话,其实还是听了一些比较经典的 会听蛋薄,听Johnny J 主要是听这些类型的歌手歌比较多 那么你现在也是在纽约进行一个学业的一个深造 那么你觉得在这个上学的时候会有歌名或是粉丝来找你合照吗? 有,倒是有很多了 如果你想来合照,那就合照呗,无所谓 那你觉得这个Balance的学业和音乐的事业是一个OK的状态? 其实还好,因为对我来说创作音乐本身也是放松的一部分 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 当然如果一定要在短时间内把一首歌做出来,这个很痛苦 但是如果只是在学业之余去做一些这个工作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现在大部分大学生都有这样子的压力了,我就不算什么 那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,你觉得海外的生活和你在国内的生活是有什么不同吗? 首先就是成本太高了,纽约这边尤其是成本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也刚好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学会了自己做饭 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 你有什么拿手菜? 所有菜都很拿手 好的,那么最后最后,你想对喜欢你的粉丝说一些什么呢? 感谢你们,辛苦 Enjoy your life 每天开心 报复 加油